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输送单元的气路挑适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 手动挑适法 主要通过 一 通过手动开关 挑适电磁法的动作情况 第二 通过手动开关 确定气路的连接情况 下面图示中可知 提升气缸是一个单控电磁法来控制 手臂伸缩气缸也是由单控电磁法来控制 而另外两个气缸是通过双控电磁法来进行控制的 第二个 通电调试法 可以根据PLC接线原理图 将所需要的接通的外口连接至相应的控端 观察电磁法通电与动作情况 下面看手动挑适法的视频演示 输送帐气路安装与调试 一 气路安装 每个人都没有关系 这种区别的不忍杂 你们不是评论的 这种区别的不忍杂 是为了 还有我 这种区别的不忍杂 跟这种区别的不忍杂 那种区别的不忍杂 那种区别的不忍杂 感谢观看 二 记录调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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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记录调试